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上节课的比喻是我们用了一个羽毛球的比喻 对吧 一个羽毛球桶 还有一个羽毛球 对吧 一个羽毛球桶 它的放东西的方式怎么样呢 就是放进去 然后拿出来 是只能有只有一个口 对吧 只能在这个口操作 当然呢 就像有些人吃泡面那样 对吧 有些人吃泡面 对吧 正常这么一个泡面桶 正常都在上面打开 对吧 正常的这么打开 但是有些人呢 他喜欢反过来吃 对吧 倒着吃 那也没办法 但是注意啊 咱们这肯定不行 对吧 像咱们这个转这样的结构的话 只能是一边进 一边出 所以说它会有一个特点叫什么 大家回忆一下 叫什么 叫 呃 后 进 对吧 后面进了 相对后进了呢 怎么办呢 它先出来 后进先出 这是一个站的一个特点 对吧 以及我们说了计算机内存也是这么一个站 那么呃 我们要经常讲的结构跟站很像 它叫什么 叫对列 对吧 我就有点废话了 对列 那么对列的特点怎么样呢 跟站相反 站是什么呀 是后进 先出 对列呢 是先进 先出 其实对列像什么样呢 就像是呃 很多人去排队后车 对吧 有辆车 公交车 排队后车 对吧 假排这里 然后呢 以排他后面 然后呢 又来一个排他后面 那当然是先排队那个人 先上车 对不对 所以呢 对列的结构相对于这个站来说啊 我画一个类似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边进 对吧 这是站 这是对列尾 对吧 在这边进 然后呢 进来一个 两个 三个 对吧 然后呢 先进来这个 怎么样 先出去 它是一个像水管一样的东西 对吧 后 呃 先进 先出 这样的一个结构 叫对列 这是它跟站的一个区别 所以呢 我们解决了我们三大问题的第一个 站跟对列的区别是什么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PET 看一下PET 什么是对列 一种先进先出的需求结构 对吧 first in and first out 然后跟这个站 对吧 站是 呃 后进先出 那么对列的先进先出 就像很多人在排队后车那样 这是一个 呃 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呃 对列的操作 对吧 我们呃 不要像站一样 我们一开始讲站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它的基本操作入始的 站的操作就是入站出站之类的 但是现在咱们先把它忘掉 OK 咱们因为咱们要学一个全新的东西 叫对列 对吧 那对列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也是啊 几个操作 对吧 跟站很像 但是它操作顺序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操作 叫做这个入列 对吧 这往电脑有点慢 入列 入列怎么样 就是开始排队呗 对吧 这样你排队打饭什么的 对吧 公交车什么的 OK 那么第二个操作叫出列 对吧 就把对列头那一个 那个哥们走吧 你可以上路了 然后呢 下一个操作是查看对列头 就那么简单 像其实跟站很像 站那个什么呢 入站是什么 大家回忆一下 叫push 对吧 出站呢 叫pop 查看站顶呢 叫peak 对吧 这个会有一点点难记 但可能有些人说 这个更难记 这什么单词那么长 而且看起来又很像 那其实什么意思呢 这个q u e u e 是对列的意思 好吧 是对列的意思 你们英文应该不错吧 是对列的意思 然后呢 e n 最前面是有点区别 后面都是q u e q u e 看到吧 en呢 是入 第一呢 是出 OK 这样简单的稍微记忆一下 好吧 因为待会我怕写那些方法的时候 大家会有点混淆 呃 在这里呢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啊 我们在实现这个 啊 这里写错了啊 实现这个对列结构 对列 那我们去实现对列结构的时候呢 使用的也是宿主 对吧 因为大家也发现了 在js里面宿主其实非常的强大 对吧 它其实隐含了一些 啊 我们常见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像那个站的操作那样 在宿主里面其实也算是包含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宿主去实现对列操作 啊 前面一个是对列头 最后的呢 是对列尾 比如说这个1 0 1 2 3 4 这个宿主来说 或者这个对列来说 头是哪个呢 是宿主的第一项 那么尾呢 是它的最后一项 OK 应该没有问题吧 操作对列还记得它的几个操作怎么样的吗 第一个入列 对吧 对吧 第二个呢 出列 第三个呢 检查对列头 那么这三个 这三个操作分别会对应哪个操作呢 入列是怎么样 去到队伍的后面 对吧 就像我们排队那样 排队那样 那么你新来的 你怎么办 但是排到最后面呢 你当然不能够插队 对吧 这样会被打的啊 这不是一个好的 呃 一个做法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入列的时候怎么样 去到 这个对列的尾巴 相当于给宿主的怎么样 最后一项去添加元素 OK 然后呢 第二个出列是哪个先走 但是排前面的先走 就对列头的这个哥们先走呗 对吧 所以呢 是把宿主的第一项删掉 对吧 或者说操作一下它 然后呢 最后一个对列头是哪个 OK 但是这个0 对吧 这个0就是对列头 OK 咱们先建立一个呃 直观的认识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的对列的操作呢 依然是跟站一样 是使用这个呃 类来封装 对吧 因为大家注意到 类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呃 实现了一个类在里面了 然后呢 比如说像站那样 我们实现了一个站的类 我们每次想用的时候 是不是new一下就可以了 new一个stacked 对吧 new一个 new一个 就有一个站了 这样呢 咱们代码呢 就可以无限重复次的使用了 那同样呢 咱们对列啊 也是这么操作的 回忆一下呃 对列的一些操作方法吧 入列 出列 对吧 然后呢 查看对列头 检查是否唯空 以及长度 这个跟站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像了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 跑一下代码 跟之前一样啊 我们打开这个vscode 打开vscode 然后呢 把咱们这个代码这个文件夹拽进来 对吧 这个站的咱们已经写完了 先把它关掉 然后呢 在这里点击这个小按钮啊 再建一个文件夹 叫什么 呃 叫对列 ok 点gs ok 那个这个对列咱们先把大体的光价实现了 能看清吗 啊 我放大一点 对吧 这样方便大家看 哇 对吧 对列是什么呀 还记得吗 一开始教你们的 在pt就写了那个 是什么 q u e u e 对吧 这是对列的英文单词 好了 跟站一样 我们需要用一个私有的一个数组 对吧 就是不要别人操作的一个数组去保存咱们的对列的元素 items 这个也很熟悉了吧 好了 实现了这大体的框架之后呢 咱们开始进行呃 对列的第一个操作 叫做入列 对吧 入对啊 随便了 这 e n q u e q u e 对吧 这有点拗口 这个方法 大家回应一下是怎么样的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呃 现在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对 一个对列 对吧 前面排前面的是 7 6 5 啊 它其实是个数组 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表示对列头是哪边的对列头 数组 开始这一项是对列头 对吧 下标是0 这一项是对列头 然后呢 对列尾是哪一项 啊 这一项 对吧 那它对应的下标是2 对吧 0 1 2 那么我们要入列的话 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在最后添加 对吧 虽然之前已经说过了 但我再重复一遍啊 是在最后添加 那最后添加 数组最后添加的方法叫什么 还记得吗 跟站一样的叫push ok 添加一个元素到这个数组的最后 对吧 就跟咱们的对列的入列操作是一致的了 好了 我们使用croom来试一下吧 可能有些同学 对吧 它可能对这些原生的方法不是很熟悉 那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yarr等于123 那么我们就arr.push 对吧 添加什么呢 比如添加一个5 那么arr就把5添加到这个最后面来了 对吧 这个push添加 添加到哪呢 添加到这个数组的最后一项 就是这 这个的话就相当于咱们的入列操作了 所以呢 咱们的第一个操作 this.入列咱们还记得吗 en开始了 对吧 然后q ue ue 等于什么 等于function 对吧 传入一个参数 element element 对吧 不样的话你怎么传 怎么就添加元素 对不对 然后呢怎么办 items.push elements 是不是就添加到这个 呃 对列的最后了 对吧 或者是添加到数组的最后 它们是等价的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就先不给大家演示 咱们先把大体的三个操作都搞定 然后呢 咱们再继续的去把这代码给试一下 下一个操作是什么呢 是出列操作 出列是deq ue 对吧 是de开头的 然后我们想一下 出列是出哪一个 再举一个相同的例子吧 我们慢一点没有关系 像刚才举的例子 一二三四 对吧 这是咱们的对列 这是头啊 这是头 那我们出列是谁走 是头走 对不对 相当于什么样 相当于把数主 怎么样 第一项 或者说 准确的说 准确的说是第零项 对吧 咱们 第零项 删除 那第零项怎么删除呢 第零项删除的方法可能会比较麻烦 你能 能这样吗 我讲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能这样吗 items 0 等于 等于什么等于untify 对吧 可以这样写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把它的零变为untify了 这个对列会怎么样 会变成untify 这个有点难评的 untify untify 但是对列头变成了untify 他并没有说真正的把这个对列给变短了 对吧 就相当于一个人明明已经上车了对吧 但是呢 他还要留一双鞋在那里 或者说留一个行李在那里 把那边站着 就不让后面的人进来 这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说咱们要想办法把数主的地项删掉 那怎么删掉呢 其实很简单 在js里面对数主的操作有个方法叫shift 大家有印象吗 shift 这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它的最后很简单 就是把数主的第0项删除 ok 相当于把这items 0怎么样 直接删掉了 然后这个数主会变成怎么样呢 删掉之后没有1了 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2 3 4 ok 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很神奇对吧 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学过了几个数主的方法 咱们先稍微回忆一下这个基础上 首先学的第一个往数主后面添加元素的叫什么 就换个颜色的笔 添加元素的叫什么 叫push 对不对 然后呢 删除最后一个的呢 对吧 删除最后一个的是什么 是pop 对吧 跟站的那个名字是一样的 pop 然后呢 咱们又学了一个删除头的 对吧 每个操作咱们都学了一遍 叫shift ok 这可能跟我们键盘上的那个按键很像 对吧 shift的那个按键很像 对吧 这就是把数主的第0项删除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要达到这个对列这个粗列的效果呢 那当然是调用 对这个items调用这个shift的方法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写一下 this.dequeue 对吧 就是出站操作 对吧 或者我应该给大家备注一下 不然待会懵了 入对 ok 这个呢 出对 然后呢 还记得啊 像咱们之前说的 咱们这个出对是什么 不是单纯的要把它删除掉 而是要拿出来用 对吧 咱们是一种 数据结构是一种组织 组织 组织 咱们数据的一种方式 对吧 所以咱们拿出来是要用的 那怎么办呢 那一定要return 说白了 return什么 returnitems.shift ok 咱们在crime里面试一下吧 还是这个arr 它现在什么 12345 ok 12345 12345 对吧 12345 哎 不对 12345 对吧 12345 蒙了 那我们调用shift方法又怎么样 会把哪个删掉 会把他的头删掉 会把1删掉 变成什么 变成235 这么一个数字 对吧 我们试一下看对不对 arr.shift 对吧 1 说明他把1删除了 然后arr 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235了 ok 说明咱们这个 刚好跟对列的一些操作 刚好结合起来对吧 一模一样 说白了 Js 是怎么样 Js 是一门高级语言 所以说像对列这种基本这种操作呢 它都已经包含了 咱们使用起来呢 当然是相当的舒服 对吧 所以说这里 出对就是 这个items.shift 删除它的地零项 ok 然后再接下来一个就简单了 下一个是干嘛 还记得吗 我们回忆一下 下一个是 查看这个对列头对吧 fun 这个方法 那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查看 查看对列头 怎么写 this.font 等于function 那对列头是什么 嗯 对列头是 items的第几项 第0项 非常非常简单的 非常直观 好了 那现在咱们就来试一下吧 试一下 呃 哇 q等于new 啊不对不对 对吧 有点有点犯傻 哎我还把这个删掉了 更犯傻了 好现在呢 把这个站这个删掉 咱们写一个对列的sqp 啊对列.js引入到这页面中来 然后呢 嗯这个cntl.jf1打开它 对吧 依然还报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插件不好使 在右边这里可以打开啊 检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哇q等于new 啊我也不 不是会读这个单词啊 大家原谅我q点 入对什么 en开头对吧 然后呢怎么办啊 比如说入个1 再入个3 再入个5 ok 那么我们 现在啊 我们去想一下 现在这是一个对列对吧 咱们想象一下这个问题 一个对列对吧 实际上这个 这边是头 ok像水管一样嘛 这边是尾 那么我们入对的 入对之后对吧 入对出对 是不是这样的操作对吧 在尾巴进 再投出来 那么先入的时候 什么1 然后呢 1进来了 然后呢3进来了 再然后呢5进来了 ok 所以如果我们调用这个方法 f-r-o-n-t 这个方法 会查看对列头会看到谁 毫无疑问看到这个1对吧 ok 咱们第一步调用了这个front 去查看他的头对吧 这个颜色不太好看 我换一个 然后第二步 我们调用 他的d-e-q-u-e-ue 这个出对的方法之后 对吧 谁先出来 答案是这个1对不对 然后第三步 我们再调用front 这个方法的时候看到会是谁 对吧这个已经走了 那么对列头是谁呢 当然是这个3了 ok 懂我意思吧 这就是对列跟站不一样的地方 对吧 站是一边操作的 对列是两边操作的 好 我们来试一下吧 q点 对吧 先检查一下头是什么 是1 然后呢 我们d-e-q-u-e-e 把1删掉了对吧 把1删掉了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去再去检查他的头的时候 会是什么呢 会是3 ok 这就是对列的一些操作对吧 跟刚才我们预料的一模一样 这个呢 稍微有点简单对吧 那待会我们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先不着急 然后再接下来 我把站的pt关掉 我们就看对列的 呃 其他操作 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站 呃 对列对吧 是否为空 一个是检查对列长度 这个就很简单了 检查 对列 是否为空 为 空 应该怎么检查 就是检查他的长度呗 对吧 等于0就空了 ok 呃 this.this.isEmpty 等于function 这个具体的东西啊 具体is 这个反而 返回这个布尔形 这个咱们上来可以解释过了 对吧 所以咱们这里直接写了 returnitems.less等于0 是否等于0 对吧 如果等于0的话 那么呢 它就是一个空的一个对列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去检查 this. 什么 检查它对列的长度 size 对吧 this.size 等于function的 它size 都多少呢 其实就是这个items 对吧 items.less 就检查一下它长度 ok 这就是一个对列的一些全部的操作 入对出对对列头对吧 是否为空 然后呢检查它的对列的大小对吧 就是这么一些操作 ok 大家先把这份写一下吧 或者咱们再检查一下 对吧 不然总说我群牛逼 像刚才那样 哇 q等于new queue 咱们现在对列是怎么样的 是空对列 对吧 可能是空的 然后呢咱们执行 呃 is empty 嗯 诶 我写错了吗 this.is empty 这没错呀 怎么这没有代码提示 ok我刷新一下吧 哇 q 等于new queue q.is 啊 没刷新的问题 is empty是什么呀 是true对吧 说明它是空的 然后呢 咱们像刚才一样 呃 又对 又什么呢 又一 又三 又五 那么q的size现在会是多少呢 毫无疑问的吧 123这简直是个弱智的问题 3 然后呢 啊 接下来我就不演示了 这个太简单了 对吧 我都懒得 懒得去打这字了 因为它实在没有什么难度 但先把这个写一下 ok就是对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是 呃 实现一个常见的问题 叫击鼓传花 对吧 要是你把这个写完了 你可以先试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会比较慢一点的 那击鼓传花怎么样的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击鼓传花这样的 假设啊 现在有一堆人 对吧 可能你小时候玩过这个 呃 假设叫A B C D E F这些人 ok 他们围在一起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东西 一个点标志 对吧 或者一朵花 对吧 花花我也很擅长 一朵花 那么这朵花呢 会在他们之间传递 A传到B B传给C C传给D D传给E E传给F F呢传给A 对吧 然后会有什么问题呢 每 每怎么样 每传三次 就怎么样 就把 呃 花在谁手上 花在谁手上 就怎么样 把它 踢出去 就把它踢出去 懂意思吗 每传三次 花在谁手上 就把就把它踢出去 比如说现在开始 A传 E 对吧 我换个颜色 E是B对吧 3 第一个谁出局 他出局了 OK 他出局之后呢 C怎么样了 C会直接传给D 传给E了 对吧 就不会再走这两条了 OK 他出局了 然后呢 接下来 1 2 3 谁出局了 A出局了 对吧 OK 咱们再来 1 2 3 谁出局了 2 3 谁出局了 这个C出局了 OK 又从他开始 1 2 3 最后这个F出局了 赢家呢 就是一个B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游戏 但是呢 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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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代码把它给实现了 代码给实现了 而且呢呃 这个代码写错了 不要在乎 怎么用代码把它实现 而且要注意一个问题是咱们用对列 可以非常轻松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懂意思吧 咱们要学要用到一个新的东西吧 循环对列 对吧 当然呢这是待会要说的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先写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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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